今年我们的考核规则有所不同 第一条在海选的考核过程当中 不可以使用待定 现在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没有待定 干嘛这样子 我本来就是一个特别选择恐惧症的人 然后遇到好的很纠结的我还是很担心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每条街道的考核毛巾数量不等 我们将根据队长考核人数由多至少的分配毛巾数量 选择人数最多的有26条毛巾 我的体验呢 我们现在是26 24 23 22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共是95条毛巾 为什么少5条 所以你有5条原因就是你要称自己的能力才能够拿到这5条 这极限挑战 那如果不够了 就抢别人了 街头争霸战 现在开启 完白了 对战吧 抢个毛巾回来 别别别 敢拿我的毛巾 那我就喜欢上一次冠军了呗 那我就选第二名了呗 秦义德 我把毛巾拿回来 稍微收着点不用太使劲 哇 现场的所有选手你们准备好了吗 DG 准备 真的觉得非常震撼 感觉到他们老师都非常想要这个毛巾 全身发麻 太精彩了 把现场给染炸了 看了我挺嗨的 其实就是一个字 爽 今年算是毅然装置第二代 我们这个大家庭又变成了21个人 感觉更有力量 今年我的态度就是 我失去了我会一一不会来 我真的是想要拿冠军 冠军是我 冠军 我拿呢